这两支部队羞辱中国,毛主席让他们彻底消失,在新中国的革命历程中,不论是八年抗战还是解放战争,毛主席几乎没有下过什么全坚的死命令,如果说有就是解放大西北使给彭德怀的一眼,下过全坚马步方部众所周知的,号称青马的马步方,是一个十分凶残的人物。 当年西陆军西争,两万余人最终活下来,不到四千人有不少人甚至得了精神病。 可想而知毛主席对青马的愤恨建国后新中国,一共发生过三次大的保卫战争,一次是抗美援朝一次是中叶反击战,还有一次是对越自卫反击战。 先来说说中叶之战上世纪六十年代,印度在中国边境藏南地区,频频向我解放军驻地,发起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毛主席最后忍无可忍,下令扫了他解放军大军压向千里之外的藏南地区。 毛主席在了解一方参战部队,使他注意到一支印军号称王牌部队的捷特,连对毛主席对这支部队十分熟悉。 当年八国联军联军火烧圆明元时,这支部队便在其中如果说毛主席很慈爱,那他就是表现在对国民党起义部队的优待,对百姓的喜爱。 如果说毛主席很那就一定是表现在国耻面前,毛主席第一时间通知前线指挥张国华将军,务必全监杰特,连对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番英勇战斗。 杰特连对这支部队和番号从此就从地球上消失。 毛主席还有一次下令全监的是在抗美援朝战斗中1951年横程反击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包围了韩国。 第九、第十一师英国第七坦克旅,第五部兵师和美国陆战。 第九师毛主席当时得知情况后第一眼便注意到英国第五部兵师毛主席微微一笑说,事实恨了随后把这一情况通知给洪学智副司令,洪学智明白毛主席的意思。 他下令对于英国第五部兵师不准投降全部歼灭,在大战前消息很快传开。 对着这支侮辱我中华的军队志愿军参战将士顿时就愤怒了俗话说仇人相见。 本外眼红此战结束后英国第五部兵师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基本上被全部消灭。 由美国军官不明白为何中国的士兵几乎顾不上他们似乎当他们不存在,都在追着英国军队打。 而且打得一场凶狠事后才得知原来英国第五部兵师在当年烧毁人民元的部队中这支部队也参与其中。